每周五的鸭鸭又来了 下个星期六8月3号 就即将迎来鸭鸭回国之后的第二个生日了 那么下周是不是会有鸭鸭的两个视频呢 因为每周五是本来固定要发的 然后星期六肯定会有一个鸭鸭的生日会的视频嘛 毕竟北东的每一只大熊猫过生日都会有单独的一个生日会 好喜欢鸭鸭的这只小刷子呀 搭配它的脸型就特别的可爱 这一期的视频也是30秒 但是感觉格外的短 可能是因为这一期没有切换镜头吧 之前发的视频基本上会切换好几个镜头 鸭鸭这一幕也好可爱好呆萌呀 本来只是想把这一根笋笋给抽出来的 结果把这个竹筒丰绒一起拿出来了 面对两根笋笋的时候 鸭鸭好像有那么一点选择困难症了 到底先吃哪一根呢 现在的鸭鸭和骨骨 两只都是完全看不出来年龄的 鸭鸭的往事不堪回首 还好一切都苦尽甘来了 每次从鸭鸭的视频切入到骨骨的时候 感觉骨骨这个头呀 跟开了那个瘦脸特效一样 有的大熊猫是嘴筒子长 骨大爷感觉整个头都是长的 要是骨大爷在人类的世界里面 估计就是所谓的梨形身材吧 就是脑袋小肩膀窄 下半身还是挺胖的 这个特写镜头 骨骨的脸边看起来就更加来乎乎了 这样看起来骨骨的头就没有那么长了